一段于2015年拍摄的有趣影片 近期在网络上再次引起回响 美国马萨诸赛周一鸣邮差在每天的送信工作中 都要在身上准备一根用于防身的棍子 因为每每踏到其中一位住户家时 都会被五只火鸡追赶 邮差只能边走边用棍子阻挡火鸡 而火鸡人就不屈不挠的紧追邮差 有趣的画面也被一旁的民众拍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